這裡是德州首府奧斯汀 今天下午有100多位香港人和支持者 在州議會前舉行反極權集會 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 以及他們的五大訴求 活動主辦方是Texas for Hong Kong 德州支持香港 他們現場發放這些傳單 揭露香港警方和執法人員 對反送中參與者的不公正對待 侵犯他們的民權和人權 我們來聽一下現場的民眾是怎麼說的 現在香港發生的事根本就是很離譜 不是我認識的香港 也有很多人受傷 特別是年青人、青年人受傷了 也是因為警方的壞性 警方的壞性是非常壞性的 所以他們就會受傷 林鄭月娥有這麼多個月來 也沒有聽到那五大訴求 這個立法會裡面有很多拉茲的議員 尤其是一個核軍藥 一定要把他撐住 真的真的 我看到他我想吐 核軍藥啊 我見到你我想吐啊 我希望所有人在前線上能夠堅強 失敗了 主辦方表示希望通過這項活動 表達對香港人民的支持 對反送中運動的支持 香港加油 同時 美國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 近日已經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此法案將於10月在參眾兩院進行表決 新唐人記者易永齊 美國奧斯丁採訪報導 西方郎